明明没下雨 高雄却出现马路天坑 三明区河滨国小附近 昨天下午一名黄信骑士 骑车路过 为了闪避前方车辆 一个不注意摔进了路边坑洞 手脚擦错伤 被紧急送医治疗 幸好包扎之后没有大碍 事后水利局前往了解 研判这个宽约5公尺 深约1.5公尺的大洞 是因为污水管线损坏造成 已经派员到场回田 并强调在第一时间有致电慰问骑士 也承诺会支付医疗费用 救护车来到事故地点 一名穿黑衣的男子 满身鲜血蹲坐在路边 仔细看他身旁的马路上 竟有个巨大坑洞 因为他骑车掉进里头 摔得满身伤 离谱状况就发生在16号下午 当时黄信骑士 骑车路过三明区河滨国小附近 却为了闪避前方车辆 一头撞进马路上的大洞 连人带车摔飞在地 就摔落 造成他该远的受伤 那个部分是有一些皮肉擦伤 根据了解这个马路大洞 跨约5公尺 深约1.5公尺 骑士摔车手脚擦错伤 但好端端的 怎么又出现天坑 经过我们初步的一个检视 是我们那个底下一个污水管线 有经过破损 造成这个路面下线 因为我们刚刚试得 污水管线建置 大概有超过30年以上 下雨过后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水利局时候派员到场了解 发现是马路底下的污水管线破裂 导致路面下线 干净进行开挖整修 回填作业 并慰问摔车骑士 承诺支付医疗费用 但对骑士来说 骑车遇天坑惨摔 真的好倒霉 记者来一讯高雄报道